生活中,我们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恶意,而这些恶意的原因也五花八门,可能是你无意中冒犯了别人,也可能是性格相冲,甚至单纯的优秀,也能引来恶意。 恶意背后的原因不重要,因为你无法决定他人的想法。 我们要做的,就是准确识别出那些对你有恶意的人,并远离。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,对你做这些事的人,恶意已经很深了,一定要小心。 一看似无缘无故地打击你,打击是一个广义的词,可以伪装成善意的提醒,指出你的问题,也可以若有若无地贬低,很多人会忽略这些细小的线索。 事实上,只需要注意一个点,分析这个人对你的评价是否属实。 比如,你自认为对某邻居没有偏见,他却提醒你,你注意点,你上次说的话好像激怒了某人。 乍一听,好像是提醒你,这时一定要警惕,分析这句话是否属实,自己是否流露出了他所描述的表现。 如果不太容易判断,一定要相信自己最真实的想法,因为语言是思想的外在体现,当你完全没有某方面想法时,一定不会表达出歪曲的语意。 那么,这个人就是故意挑起矛盾,或者让你怀疑自己。 此外,挑剔苛责也要小心。 绝大多数的苛责,就假借为你好的名义,实际上就是在伤害你,打击了。 只不过,大多数人都不敢轻易地展现自己的恶意,因此只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,比如貌似批评,实则苛责。 苛责的背后,本来就是一种非常讨厌的态度,千万不要抱有什么对方是为了磨练我的幼稚想法。 二,看似无缘无故地抬高你,根据心理学上的自我服务效应,人会更认可自己而非否定自己。 一开始被抬高时,可能会感觉不太适应,但久而久之便会习惯,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定位,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 所以,此时一定要警醒自己,反思是否匹配得上这样的赞美,不断地自我审视,观察自己的实际行动能力,以现实结果为准去衡量自己。 只有对现实有清晰认知的人,才能看得清自己的位置,没有成果的赞美都是虚假抬高,俗称捧杀。 这一点在学生时代的考试后十分明显,两个人互相问考试情况,一个人吹捧另一个人平时努力,肯定会考得好。 由于人都会希望自己考得好,便相信了这样的吹捧,最后出结果时却备受打击。 因此,做题时内心的确定性是能否拿到高分的唯一标准。 但凡有一点点不确定,基本都是错的。 比如,高考后询问学霸的考试情况,他会非常坚定地告诉你稳了,而那些对自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学生则会说,好像还可以。 另外,有一种与之相反的情况,那就是看似无意地说一些破坏你形象的话。 每个人都有被别人说过坏话,很多人就可能一笑而过了,以为这种事情无足轻重,甚至为了表现自己的大度,还会说没关系。 那就错了,说坏话也是分类型的。 有些坏话的确无关痛痒,但有些人其实是在诋毁你,是能破坏的你社会形象,甚至让大家对你产生恶感的。 对于这样的人,一定不能放松警惕,更不能抱有话敌为友的想法,因为对方的恶意已经很深了。 三损人害己,一棵树增恨另一棵树,恨不得变成一把斧头。 任何情绪,如果达到很深的状态,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理智。 一个理性的人,绝对不会干出损人不利己,同归于尽的事情,但是一个被恶意冲昏头脑的人会。 有这么一个故事,一个同事举报另一个同事上班玩游戏,领导问你怎么知道的,结果他说,因为我也上线了。 这种情况,不是对方蠢,而是对方的情绪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,心里已经失衡。 他对你的恶意,比想象的还要大。 结语,别人的恶意,很多时候与你的好坏对错没有太大关系。 所以,无需思考背后的原因,也别往心里去。 该远离远离,该反击反击。 此外,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,但每个人都不一样,并不是谁都值得深交。 有的人会成为你的朋友,有的人只会是你生命的过客。 不同的人带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,有的人带给你温暖,而有的人只会想方设法地从你身上得到什么。 在这个世界上与人相处,要认清身边的人,选对人才不会消耗你的人生。 所以,对你做过这些事的人,关系再好,都要远离。 灵妖伤害过你的人,一个人既然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,自然是觉得你并不重要,没有谁会伤害一个自己在意的人。 人都是对于自己不在乎的人,才不会考虑后果,更加不会考虑你的感受。 我们生命中会出现很多人,但能够做到伤害你的人,就不值得原谅。 能够随意伤害你,于他们而言,你只是一个可以随时被舍弃和取代的人,不值得你付出真心。 对待伤害你的人仁慈,其实就是给他们再次伤害你的机会,你的宽容并不会改变他们,人性是没法一时间去改变的。 不管什么时候,都不要被表面的几句话弄得心软。 对于伤害你的人,最好的方式就是远离,千万不要觉得他会是个例外,会因为你改变。 所以,伤害你的人就有多远走多远,不要跟他们有过多的牵扯。 02,习惯性索取的人,有的人表面是跟你交好,打着跟你好的名义,从你身上获取东西。 对于这种想要占你便宜,算计的人就应该远离。 要知道索取的人是不愿意付出和牺牲的,只会想着回报。 跟这样的人相处,只会消耗你,压榨你,甚至理所当然地接受。 与人相处,就要学会去分辨,跟一个人关系再好,在利益面前只考虑自己的人,就趁早止损。 要知道,真心把你当作朋友的人,是不会占你便宜。 越是在意你,在意你们的关系的人,越不会想着索取什么,而是宁愿自己吃亏,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 所以,在生活中遇到索取的人,就不要有过多的来往了。 零三两面三刀的人,在这个世界上,什么人都有,很多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分辨一个人的真心的。 有的人,善于伪装,相处的过程中刻刻气气,但是在背后可能会算计你。 人与人相处,最重要的是真诚,真诚才是必杀技。 一个做不到真心对待的人,也不值得你浪费时间和精力。 对你没有信任和尊重,这样的人遇到问题只会考虑自己。 有些关系是需要你及时认清的,那些两面三刀,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人,就没有真心对你。 跟这样的人,越是靠近,最终受伤的越是自己。 为此能够在背后非议你,谈论你的人,就不值得你深交。 即使之前关系再好,也不要去选择原谅,对于这样的人,最好的方式就是远离。 总结,朋友不在于多,而在于真诚。 人生路上,要学会去分辨真心。 我们需要的从来都不是要多少朋友,而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,有人会愿意挺身而出的人。 真诚的朋友,是可以让你变得更好的,相反那些虚伪的朋友,只会消耗你。 所以,要明白,人世间并不是真心可以换来真心。 对你做过这些事的人,就趁早远离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